為了檢討電訊條例和廣播條例,商經局要開專責小組,又要加人,在人事編制委員會我沒有參加,但我比較有興趣的是,現在的資訊科技或通訊科技的發展這麼急速, 媒體的性質亦有很大的改變,主流的電子媒體,現在開始經營非常艱難,現在只剩一間TVB檔,譬如Will TV檔,還未成為氣候,現在正式製造噪音,但始終是一間獨大, 獨大後,收視率會下降,這麼奇怪,現在又多了樂視,Netflix,這些網上媒體,將來會否規管它呢?等等 如果你說用一個三年時間的職位,怎麼搞得行三年?我想知道,當然我希望快點檢討吧,但如果用這樣的人手,又要將職位設三年時間, 為什麼不是比較長一些的年期呢?我覺得長一些的年期有出現一個矛盾,就是這個檢討的範圍究竟是什麼呢? 在文件裏面又不是很清晰,所以我希望政府可否回答一下,譬如第一,現行條例和其他地區相關法例,在政策和法律方面的研究,你們有沒有做過呢? 這個第一個,第二個,你要跟律政司以備這個修訂條例,去推動業界和公眾參與,那你六個人,人手是不是真的足夠呢? 這個是一個問題,我很懷疑,除非你就猶其,或者檢討的範圍其實就很窄, 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回答一下,你的文件我覺得語言不詳,這個新設的小組,究竟是先處理什麼範疇的檢討呢? 是那些網絡電視,4G,或者其他東西呢? 我希望政府回答我,第一個問題就是,你有沒有跟其他地區相關法例和政策,即是你做一個研究比較呢? 另外就是,六個人是否足夠呢?三年是否太短呢? 好,李主長 多謝主席,在跟其他地區的研究方面,其實小小翻轉頭,當我們成立這個廣播,這個... 廣播事務委員會的時候,我們是承諾過,我們會檢討這個電訊條例和廣播條例的, 那做的,中間這一段時間呢,我們其實就沒有,不可以有專人人手去做這個檢討的工作, 我們做了一些前期的工作,是包括,也都看過外國是怎樣做, 我們也都檢視了,在當時討論這個成立CA的條例的時候, 究竟我們有哪一類的課題是出過,我們是有看過外面怎樣做,是很皮毛的一個研究來的,不是一個很深入的研究, 那王議員是說得很對,基本上外在的環境是變得很快,三年是否足夠呢? 我們現在希望的就是,在三年裏面,我們做了當年我們承諾要做的功夫, 譬如跨媒體的擁有權,或者是這些unqualified person,那些各類的以前承諾研究的功夫, 至於在網絡媒體,我們是否要規管呢? 其實編制事務委員會也有討論過,我也都表明了,在現階段, 基於有其他的法例,是正在看網媒如果做的時候, 他們應該有哪些規矩,例如, 人事及不達條例都規管它,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, 還有我們看到,實際如果要執行的時候,如果要在網絡世界做一些規管, 有實際執行的困難,那不是我們優先要處理的東西, 其實我們優先處理的就是原文件所述,是以前我們已經曾經答應過, 也都在這幾年裏面,由於我們看得到執行法例裏面,見到一些實際的困難, 我們在那些法例上的不含摺,我們在那些地方先準備做功夫, 多謝主席 好的